欢迎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上个星期一 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维族人一家三口 驾车撞击金水桥事件之后 中国政府在当天下午 迅速恢复事发地点原貌的同时 很快将事件定行为恐怖袭击 但是与此同时 却没有任何维族人组织 出面宣布对事件负责 那么天安门爆炸 究竟是孤立事件还是恐怖袭击呢 中国政府为什么迅速把它定行为恐怖袭击 本次事件对维族的生存环境 和中国政府的维族政策 甚至少数民族政策 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话题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来进行讨论 那么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观察人士 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您好 您好 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skype参加今天的节目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现场的 美国维吾尔大会主席阿里木先生 阿里木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那么首先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政府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 那么以及它与这个东突运动是有关联的 您怎么看它是不是恐怖袭击 这个我们看的好多证据都证明着可能不是什么恐怖袭击 这好像是个一家人自分对表示对他们对就是中国政府的不满 因为我们看到有好多问题 也就是中国方面所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事情有很多漏洞 因为他们说是东央运干的 但是不到一天他们说是这些他们几个人就是自己搞了一个组织在北京做的所谓的这个恐怖活动 但是我们看这七十岁的老人一个人不会把自己七十岁的母亲和自己的妻子带出来搞什么恐怖活动 我们就是昨天听到也就是有人打电话给自由亚洲广播电台 就是认识他们家的人说他们家的尤其是乌兹曼艾成的两个弟弟 一是七五线被中国军方打死 另一个是所谓的交通事件被可能是中国军方也被杀死 所以他们一家人一直对中国共产党这样对待他们一直是不满的 所以我们认为可能这是以自分的方式抗议中共保证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在美国纽约市的何平先生 您对这次这起这个事件具体来说就是驾驶这一辆奔驰的越野车 然后撞到天安门前面金水桥的护栏上 这个事件到底是恐怖袭击呢 还是您认为是像刚才阿里木先生所说的是一种表达内心不满的一个举动 因为中国的警方的行为 中国官方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独立的机构可以监督的 也没有任何机构可以调查的 所以很多的这个说法只能完全来自于他官方的这个说法 而官方习惯于采取比较简单的比较粗暴的方式来宣布对很多刑事案件的这个报告 这样的话呢使他在采取处理事情的时候就变得简单一些 变得盈利一些 因为如果把这个这一次事件定型为一个其他的行为 比如说是上方的问题 比如说是反抗这个政府对他的欺负的问题 比如说其他的诉求就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把它定型为一个恐怖袭击呢就变得很简单 就一个他可以更加粗暴的 更加盈利的处理这个事情 对国际社会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交代 因为国际社会对恐怖袭击的事情都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一种好像给予了警方 给予了官方这个更多的这个权力 好像你怎么处理都可以 因为是恐怖袭击吧 所以即算是在美国在西方很多国家 对恐怖事情的处理呢 比对一般事情的这个处理赋予给警方的权力更多一些 那中国的警方恰恰是需要这个权力 中国的官方也恰恰是这个权力 他现在就要想尽一切办法 有更多的政治 更多的理由 对新疆实行这个军事控制 所以这个事情在某种程度上 支持了他们的这个新疆的这个强压的 强压政策的这个合理性 所以他对于他来讲 能够简单 能够粗暴的把定性为这个恐怖袭击 比定性的事情更加方便一些 何平我接着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来自新疆的最新的消息说呢 新疆军区的司令员彭勇 被解除了自治区 党委的这么一个职务 您认为他的解职和这个天门爆炸事件 是不是会有直接的关联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他的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 会不会也受到影响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许是一种巧合 因为如果是要这样一个处理 也不会这么迅速的处理 因为很难说这个事情跟新疆军区 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因为担任这个省政区 省常委或者自治区常委的人呢 有时候是政委 有时候是司令员 不一定的 有时候是能换这个担任 所以这个现在的新疆军区的这个司令员 不再担任这个自治区的常委 是不是跟这个恐怖袭击有关系 或者这个汽车事情有关系 这个我觉得还很难下定论 一般来讲 中国的这个习惯来讲 很难去找这个最重要的几个领导人呢 在一个事情中间 就会有直接的责任 所以很难去找到一个人来进行迅速处理 你像这个西藏 你像新疆最近几年 长期都陷入了这个局势很不稳定的状况 但是他的新疆的书记 这个西藏的书记 并没有受到这个真正的影响 反而是一个一个升官 我觉得对体制内的这个官员的惩罚 和他们这个政策的实误 很难这个直接挂上高来 局会是非常直接非常明显 所以我不认为新疆军区的这个司令员 不再担任这个这个常委 一定有直接关系 好的 谢谢和平 接下来我想问问阿里木先生 就是说您作为世界维吾尔大会 和美国维吾尔大会的这个成员 那么你们这个组织呢 对于这次的这恐怖袭击 以及中国政府把它定性为 恐怖袭击的这么一个事情 你们做了什么 你们还会打算要做什么呢 以及在维族人的这个少数民族的 这个状况方面 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们首先是事发以后 就是要看事情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是恐怖活动 还是威武尔民族局长 汉州一样上发 对此不满进行自分事件 还是一个一般的就是车祸 但是事发三天后 中国政府把此事定行为恐怖活动以后 我们也就是希望了解 这乌斯曼一家人到底来北京是干什么 他们是来上房还是旅游 还是真正上向中国政府所说搞恐怖 但是中方所提供的所有所谓的证据 都就证明不了他们是所谓的东运成员 或者他们是恐怖分子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们可能是一家人自分抗议 他们一家人两个孩子被中方打死 对可能性很大 但是我们所担心就是中国政府每次这种事件发生以后 一下子就定性为是所谓的有预谋的暴力 或者是恐怖活动 以借口来打击威武尔人 我们知道911以后 中国利用911事件 把威武尔民族当成是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 就是抗议活动被认为是 无论是和平还是不和平的 抗议活动被认为是恐怖活动 来抓威武尔人打死威武尔人 习近平上台已经六七个月 已经有二三百个威武尔人 被中国军方就地处决打死了 所以我们担心是中国政府会再次利用此事 来打击威武尔民族 消灭威武尔民族的一切合法需求 所以我们非常担心这个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利用此事来严打威武尔人 因为这个结果会更不好的 新疆的所谓的也就是东突西山的政治问题会更恶劣的 这对中国政府和维尊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好 好 何平先生 我们知道西藏和新疆是中国两个最大的 由少数民族来居住的区域 近年来在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出现了很多暴力 或者说以死来抗争这些事件 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一百多起藏人自焚 现在新疆最近几年也经常发生一些暴力的事件的活动 那么上个星期又在北京的天门广场 被认为中国政治心脏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么一个地方 发生了这种吉普车撞车事件或者说爆炸事件 你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目前存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我觉得中国的民族政策走过了这么多年 几乎已经到了一种没办法调和的一个地步 因为中共一开始就违背了 它最开始对这个民族自治区的一种承诺 这就是实行民族地区的一个自治 事实上民族地区从来没有得到过尊重和信任 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掌握真正权力的自治区的这个党委书记 几乎没有人没有有当地的这个民族干部 哪怕是他的代理人 他的不信任就是那些所谓的藏族 或者是维吾尔族或者是回族或者是壮族 担任过当地的这个书记 非常罕见 现在就更加没有 那么他所给予的这个民族的是一个虚假的一个自治观念 那么现在民族追求自治追求独立 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表现 我们都知道了二战以来一战以来国家越来越多 这一次我去这个这个波黑地区 去这个斯拉夫地区 你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地区 你都会感觉到这个最终采取一种 就是各自独立或者是自治的一种方式 是反而有利于解决这种民族冲突 那现在这个前南斯拉夫那些地区有的开始加入澳盟 有的这个等待加入澳盟一旦加入澳盟 实际上他们重新走在一起了 那么中共再开始建国的时候 或者再开始这个这个投取政权的时候 他欺骗了中国的很多的民族的干部 说你们就是跟我们一起闹革命 那么最终这个民族是会得到自治的 但他瓜分了 他人为的瓜分了这个五个自治区 又成 他就等于把这个民族呢 这个走向了一个隔离 而实行隔离政策的时候呢 似乎很多汉人都有一种误会 就好像我们给了民族地区很多的恩惠 给了民族地区很多的优惠 比如说让上大学好像比提到地方成绩可以更低一点 比如说让他们这个生日啊 这个比这个这个汉人呢 可以生日更换的更宽散一点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就是说这些民族自治区的这个民族参与 这个他们治理的权力被拉掉了 没有这个最基本的权力 他们的尊严被拉掉了 他们的这个尊教信仰被破坏了 所以而这种政策 近几年来随着这些民族地区的老百姓的 这个公民权力的意识的增长 民族自我意识的这种增长 那么和原有的中共政策越来越产生冲突 那么在产生冲突的时候 中共并没有去检讨自己的民族政策 错在哪个地方 仍然认为自己是个中央大国 仍然认为自己是个大汉民族 给予他们的恩 这个私恩已经够了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越来越没办法调和 没有办法调和的情况之下 就实行最简单最错博的方式 认为他们是恐怖袭击 认为他们是境外势力的操纵 所以使这个问题呢 越来越难以调和 现在的新疆 现在的西藏 在很大的承诺上 就是实行这个军事建议 而且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难以调和 除非中共彻底改变它的民族政策 但是我否则的话 我认为民族政策在中国未来的 这个政治的变化中间 尤其是政治转型 过程中间 会造成非常大的障碍 非常大的麻烦 而且这一定产生流血事件 那无论是对于这个 这个民族地区的 这个少数民族 对于这个汉人来讲 都会造成非常大的 这个生命的伤害 好 谢谢何先生 接下来我想问问阿里木 刚才宝生也提到了 这个新疆和西藏 那么实际上 我这个问题也问过 就是新疆和西藏 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两个地方是 中国现在少数民族问题 很突出很尖锐的 这两个比较典型的地区 那您觉得这两个地区的 这个跟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以及民族融合这个问题呢 有没有有任何 有什么样的 这个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这两个地区当然是 你看西藏和新疆 也就是东托尔西坦 现在像你说的样 在中国是民族问题非常突出 这问题是像何先生刚才讲的样 我跟我很同意他讲的 因为中国政府第一次 1955年在东托尔西坦 也就是新疆 他们建立了新疆维尔治区 然后是中国政府违背诺言 到今天为止没有尊重 所谓的自治区 维吾尔民族也从来没有 自治过自己的自治区 就像西藏人民也没有 自治过他们自己的自治区 假如中国政府当时 真正的尊重了 维吾尔民族 藏族和其他三个地区的 五个地区在中国的 所有的 也就是民族自治的话 可能今天的问题 会不会这么大 因为中国政府违背诺言 反而压迫维族人 藏族人 蒙古人 其他民族而产生了今天的结果 但问题是 维族人信仰的是伊斯兰教 藏族人信仰是佛教 然后藏族人达赖喇嘛 1959年逃到印度以后 他把西藏问题国际化 所以西方对西藏问题 非常感兴趣 非常支持西藏问题 所以中国政府对待西藏 是非常 很担心的 他不敢像 打击维吾尔民族这样的 眼里 高压言道 但是维吾尔民族是伊斯兰教 我们也同样和 藏族人和广大中国人民一样 反对中共暴政 但是中国共产党 911以后 把维吾尔民族的合法要求 和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形容成是 一种以所谓极端 以恐怖 有关的一种恐怖主义活动 而不是合法的要求 然后把维吾尔民族 反对中共暴政 形容成 这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对 这是对汉民族 广大汉民族的反对 中国共产党 然后是挑拨离间 把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 搞成是敌人 而不是说中国政府和维吾尔族 藏族中国人民 是敌对关系 而是汉民族和维吾尔民族 进行广大宣传和政治洗脑 结果一部分汉族人可能认为 这维族人是汉族人的敌人 维族人的目的是消灭汉族人 从来维族人的目的 从来不是消灭汉族人 但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军队 中国共产党法院 很遗憾是汉族人代表的 所以有的时候 维族人可能其他民族袭击之后 当然是袭击中国政府的时候 当然是他们汉族人 但是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来 就是大规模宣传 企图政治洗脑 来欺骗中国人民 因为中国政府 把维吾尔民族 对中国共产党的抗议 抹黑成是恐怖活动 是反汉活动 当然很多汉族人认为 没有共产党 中国就要乱 中国欲乱 一乱就像中国共产党说的一样 好像是维族人藏族人 要杀汉族人一样 所以他们认为 他们必须站到中国共产党这一面 也就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土耳其他西藏 和其他地方的暴政和高压严打政策 那么刚才何平先生也谈到了 中共在目前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不管是人事制度上 还是宗教问题上 往往采取都是由汉人来主导 高压一种政策 如果您认为要改变西藏和新疆 我们就举这两个地区为例子 这种现在这种局势 恶性循环的局势 中共应该在少数民族政策上 尤其对藏 围 两族的政策方面 采取哪些重要的或者根本性的变化呢 中国共产党可以开始尊重自己的宪法 然后是自治法 它应该实施自治法 然后它应该让我们 也就是在东托尔西藏以维吾尔民族为主的 也就是西藏维族的这些民族 他们有权利应该真正地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 中国共产党应该让就是维族为主的和其他民族 还有藏族真正地选择自己的政治命运 假如他们就像今天南斯拉夫的情况一样 因为高压严打是解决不了东托尔西藏和西藏的和中国各地的问题 好的 总之就是要应该以这个法律作为准绳来治理一个国家 好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空中的这个和平先生 就是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新疆的军区司令朋友呢 他被免去了新疆党委委员的这个这样一个职位 那么这个是不是说因为他作为军区司令这么一个军方的人物 是不是表示中国政府呢对他对军方在新疆的作为是不满意的 就把这个事情归咎于军方的这个责任呢 我前面讲了这个现有的这个证据是不成分的 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新疆也许要找到某一个天才羊 因为党委书记张春贤他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那就找到一个天才羊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这个北京 所以很难直接说了跟这个司令有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控制这个新疆局面的权力 也不是在新疆司令员手中 而是在这个张军勤手中 南州军区武警部队 尤其是现在武警部队机动部队在里面扮演了 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是大家对这个军事的这个和地方的关系啊 这个不是很熟悉 正好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呢 就是好像跟他的人事调动有就是采上关系 我觉得这个证据是不成分的 因为新疆军区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不是唯一的 也不是在这个天安门事件中间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现在在新疆扮演的这个角色 武警的这个角色实际上比这个自治区的这个军区更重要一点 因为自治区的军区 虽然新疆自治区的军区比其他的省级军区兵力要更多一点 当然基本上是防卫部队 是这个所谓部队 而不是直接镇压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兵力 镇压维吾尔族的人主要是来自于武警 好的 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美国维吾尔协会发言人阿里木先生 来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 中国军方最近推出的纪录片《较量无声》 好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收看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男后には我也很感激